一部电视游戏主机的成败 取决于硬件的性能 或者游戏的款式和品质 不少人都有这个想法 看一看任天堂的Switch 硬件性能远不及PS5 例如Smarbula和Splatoon等具游戏性的作品 令不少小孩、宅男、甚至少女们沉迷 另一方面高性能的PS5长期缺货 Sony损失了商业机会 而玩家就多了很多空限的时间 一部电视游戏主机的成败 看来除了硬件软件因素之外 还会受其他因素影响 今次不如以任天堂的红白机做例子 看看1980年代最成功的家用主机 除了硬件软件之外 走上了如何崎催的命运 童年沉迷的红白机 原来背后有一连串商业决定和竞赛 上集介绍了日本游戏之父 橫井军平开发的Game & Watch 为1980年代初期的任天堂 带来40亿日元旁大资金 社长山内浦孤注一宅 将所有资金投入新世代家庭式游戏主机 述领开发二部的尚村亚智 解决种种困难 成功令红白机大卖 集中讲解了红白机的开发过程 在进入超级任天堂和Game Boy 称霸的年代之前 今集站在任天堂 如何改写游戏业界的观点 以宏观角度看除了有趣的电换游戏之外 任天堂的想法和策略 如何令红白机更上一层楼 为超任 Game Boy 以至现在的SwitchPolo 极为一般的硬件性能 竟然能够打动全世界电换迷的心 现在的主机都可以换合带 换碟或者download file来玩各种游戏 这个看来是理所当然 没什么讨论的余地 以任天堂推出的商品为例 1977年推出的Color TV Game 1980年推出的Game & Watch 都只可以玩内置的游戏 甚至游戏只得一款 1976年 美国的Fair Child 推出首部可以换合带的家用游戏机 Channel Fund 而首部可以换合带的手提式游戏机 亦都是由美国的公司 于1979年推出的MicroVision 1983年面世的红白机 1989年推出的Game Boy 在世界上并不是先驱 但是在电换尺上占了不可以取替的地位 换合带这个设计 更可以以更高的解像度仔细解构 红白机在开发初期 只有推出自家出品游戏核带的构思 例如现在的《猫宝兄弟》 《撒尔达传说》 《动物森林会》 都是任天堂主导开发的游戏 任天堂是游戏主机生产商之外 亦都是著名游戏软件生产商之一 软硬俱备 另一方面 美国在1982年尾至1983年发生了Atari Shock 亚达利在1977年推出的名机Atari 2600 Video Computer System 可以换合带之余 而且并不限于自家出品 其他游戏软件生产商亦都可以参战 但亚达利没有限制或者监管其他厂商出品的品质 加上自家出品的名作都失色 粗制濫造 导致用家失去信心 造成Atari Shock 美国家用业界售重创 玩家们将视线放在家用电脑的萤幕上 在构思红白机的时候 任天堂社长并没有参考Atari的做法 保持红白机游戏只限自家出品 换合带这个形式 主要有只限主机厂商出品 和公开给游戏开发商出品的这两种做法 如果红白机和Gameboy的游戏 只限任天堂出品的话 或者没有之后的成功 除了红白机主机的开发 开发二部也有另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移植自家出品 街机大热之作《大金刚》 使用电脑机的开发商发售游戏 把红白机的可能性推至极限 红白机在1983年7月15日面世 同时推出自家三个作品 《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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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款第三方游戏软件 《Node Runner》 《淘金者》 是移植美国的作品 而哈德尔在同一日 《大金刚》 一改作风 被哈德尔在红白机推出游戏? 数字并不确 剩下的那一款名为Family Basic 有游戏成分 但与《大金刚》 和《大力水手》的性质大有不同 Family Basic包括连接主机的键盘 颜色和主机合衬 真是想要一个类似的电脑用keyboard 还有一个合带和电脑程式教科资料 所谓Basic是当时普及的电脑语言之一 例如现在著名电话开发引擎Unity 可以用电脑语言C Sharp Basic是1964年于美国诞生 Family Basic是为红白机改装而成 而用家可以很简单地写游戏程式来玩 有点像体验游戏工程师的工作 现在下载Unity的话 就可以做到Family Basic可以做的事 负责改装Family Basic的是Sharp 还有电话游戏开发箱 来自北海道札坊的哈德尔 红白机制度超任年代的观众都会熟悉哈德尔 他的代表作有1985年的炸弹人 1986年的高桥名人的冒险度 这段影片有关哈德尔的资料 部分是来自曾经是哈德尔社员的高桥名人 1980年代的哈德尔贩卖电脑软件 当时也有将游戏程式印在杂志上 被用家自己逐个字输入 但效率极为低 打错自己的话就不能正常运作 要用很多时间去debug 哈德尔有自己改装Basic成为Hill Basic 或者可以说是改良版 哈德尔已经有一定的实力 在Family Basic的画面里面 可以找到任天堂、Sharp和哈德尔 这三间公司的名称 而画面左上角的NS-Hill Basic 也都包括了三间公司的头文字 Family Basic在1984年6月推出 任天堂名作的星之卡比系列 和Sumabula系列 都是出自英正正博监督的首筆 认证在读中学时将存了半年的零用钱 买了Family Basic 去学如何开发游戏的基本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Family Basic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在当时来说 要写program一点都不容易 例如刚才提及的Unity 可以免费download来用 和去发布游戏 我识Java和Python等等几个电脑语言 在YouTube看了展示10分钟左右 大概已经可以理解Unity的基本操作 和C-Sharp的文法 如果小朋友想学习写游戏的话 不阻止他唯妙 10年之后或者他会开发PS7的游戏 Hudson开发了Family Basic 生意进侵红白机的机会 展示在社长的眼前 他唯妙利用公司技术 在开发Family Basic的时候 掌握了如何开发红白机的游戏 社长龚腾御师了解当时市场情况 电脑软件销量大概是1万左右 可以买到2-3万已经算是不错 但红白机任何一款游戏 出货数目都大概达30万 他感到商机无限 在1984年7月 去径到上满拜访任天堂 并且获得批准 正式可以开发自己公司的作品 就是这样在Hudson作挑战的底下 打开了红白机一个空前绝后的可能性 而Hudson在三年之后 和NEC合作推出了名机PC Engine 自己出品的RPG天外魔景成为经典之作 与红白机和超音作比拼 亦为电换迷带来美好的光阴 可惜敌不过任天堂 而之后2012年Hudson被conomy吞拼 有机会再介绍一下Hudson和PC Engine 不单是Hudson的宫藤社长感到商机 另一电换大公司Namuco 亦对红白机虎视眈眈 不过做法就与Hudson大为不同 可以说是有冒险精神 亦可以说是大胆强硬 在没有参与红白机任何开发情况之下 Namuco自己作解读 并掌握到技术可以开发游戏 将自家街机名作Galaxian 小蜜蜂开发成为红白机版 社长的中村亚哉亲自出马 去京都拜访任天堂 两大公司社长对决 如果你是任天堂的山内社长 究竟会作出什么决定 会认为Namuco无礼 擅自解读红白机 或者会觉得对方有诚意 还是会考虑到商业机会 不管什么操守 不管什么礼仪 结果山内社长和中村社长达成协议 签了合约 Namuco可以发售红白机软件游戏 作为第二间第三方游戏软件商 被Hudson迟一个半月 在9月7日推出了小蜜蜂 红白机推出了一年之后 就起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里童年沉迷红白机和Gameboy的观众 年龄已经不是小朋友 而且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应该会察觉Hudson和Namuco的事例 并不是红白机多了游戏选择 这么简单 近这20年 Amazon iTune Netflix 甚至每日用的手机里 下载Apps的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 都是一个商业平台 逼各个供应商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售卖商品 如果以电换为例 罕有的日本产国际性平台 有Sony的PlayStation Store 和任天堂的My Nintendo Store 红白机本来只是任天堂其中一个电子玩具 但发挥了作为商业平台的潜力 成为风魔1980年代全球大热的电换主机 到了现在2023年 提供平台利润可观 理论就和将自己的物业出租相似 花费努力减至最低 例如看YouTube片课金的话 如果用iPhone的YouTube App来看 Apple先收三成手作费 之后YouTube的母公司Alphabet 即Google再收一定比率的手作费 最终剩下大概一半的金画 才会传到频道主的户口里面 所以作为全球性平台的具商业价值 大家在小朋友时 已经成为支持电换平台的一份子 玩Philofantasy也好 玩热血躲避球也好 部分金画都上献给任天堂 当然只是闲玩正版的时候 现在日本已经失去很多成为平台的机会 例如音乐、动漫、日剧和电影 不要忘记一点 当时美国的Atari 2600失败 红白机、红片亚洲、北美和欧洲 与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 经Hadoson和Manamuco的参与之下 红白机变身成为平台 自由国家厂商纷纷加入 Taito、Konami、Square都对在红白机发售游戏感到兴趣 而包括Hadoson和Manamuco 再加上Taito、Konami、Capcom、Jarico 成为初期六大第三方游戏软件商 Jarico在1985年2月11日发售了Exelion、火凤凰 Taito在4月17日发售了Space Invader、太空侵略者 Konami就在4月22日发售了Year Kung Fu 而Capcom就去到年尾12月11日发售了战斗机射击游戏1942 拥有平台的任天堂 加上自家有开发游戏能力 在开条件上尖尽优势 但初期还在摸索阶段 就给了初期六间公司一定的优待 对用家关系最大的就是每年推出游戏数目 各间公司或者有不同 大致上是最初五年合约 推出元件数目没有限制 而之后加入厂商的合约里面 每年推出游戏数量为三款 之后放宽到五款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免粗制滥造 这个可能是因为吸收了Atari Shrug的教训 另一个理由就是要控制制造合约数量 这里和任天堂生产合约模式有关 首六间公司是版权使用合约 以合约数目来计算版权使用费 而之后的公司就是OEM合约 除于软件制作之外 其他都交给任天堂处理 例如生产合约和批发 这个是NOS的合约内部 但不管机款构造大致相同 有底板和电子零件 要生产合约就要作计划 给生产磁碟和CD复杂 预计要有多少合约 再计算要预备多少原材料和零件 如果不限制生产数量的话 任天堂根本无法顺利去计划 和管理合约的生产 当然生产可以交给各间公司自行处理 但生产合约都是任天堂的收入来源 当时他就选择了自家生产合约 对于用家来说 越多游戏选择越好 但生产商可能会追求发售数目 而放弃部分品质 红白机游戏品质高是其中一个卖点 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想起Atelier 2600的情况 为了配合圣诞节商机 移植Namico街机名作 Paguman食鬼时忽视了游戏本身的品质 只看文字描述的话 心里可能会想移植一个游戏 品质差极有限 但在YouTube看街机版和Atelier 2600版的差别之后 就理解是什么一回事 最终赶不及延迟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发售 食鬼盒带生产数量多达1200万盒 如果移植品质高的话 或者可以全部买完 但最终留下了400多万盒的死货 而在同年圣诞节发售的ET 只是用约七个星期去开发 比一般的九个月短很多 最终也成为经典垃圾游戏 500多万盒死货 寄生在永远黑暗的货仓深处 你还记不记得红白机的磁碟机 名为Family Computer Disk System 长方形的红色盒仔 在上面可以放置主机 有些像机械人合体 也有些像日后世家五代的大合体 在日本国外正式销售指向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背景 导致超任配山寨磁碟机博士的 导版问题窗欠 磁碟是采用Mizumi电机开发的规格 和一般Office用的3.5吋磁碟不同 好像LED那样 两面可以储存和读取数据 容量是两面合共112kb 于1986年2月发售当时 容量是合体的三倍 加上磁碟机配上音响零件 令音质有改进 容量和音质提升了用家的享受 顺带一提 在磁碟机开发的时候 来自Sony 日后成为PlayStation之父的 九多梁木件 也拜访任天堂 介绍两寸磁碟和音响零件 九多梁木 怎样都忍受不到红白机的音乐 日后PlayStation面世 部分是拜任天堂所托 而且磁碟机还有革命性的新功能 可以储存游戏进度 现在电换必备的储存功能 原来在红白机初期 并不是理所当然 想起来也不是很奇怪 任天堂也不是很无良 最初推出的游戏大金刚等等 都是移植街机的 当时街机没什么储存功能 所以对于红白机来说 储存功能也不是必需 现在在日本 Switch的爆热游戏合成大西瓜 没有储存功能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人中之龙八没储存功能 就大件事 RP之名作《勇者斗乐龙》 首个作品在1986年推出 虽然已经有磁碟机 但以合带形式推出 因为合带没储存功能 储存方法有点特别 画面显示20个日文字的密码 称为复活的咒文 下次玩的时候 入好密码就可以继续 但当时解像度不高 而日文字有点很相似 有不少孩子看不明白 自己手写的密码而死去活来 任天堂配合磁碟机 推出国内没有合带版的 撒尔达传说 大容量和丰富的音乐 创造了家用游戏文化 而不再活在 一只街机的延长线之上 而磁碟版的磁碟可以循环再用 撒尔达传说 连磁碟就卖2600日 去游戏谱可以用500日元左右的价格 抄写正版游戏 这个对玩家来说是一个好处 而说明书的话 要加多100日元去买 不过就造成了盗版问题 加上抄写游戏价格便宜 令游戏公司和任天堂 令售商收入减少 磁碟其中两个优胜之处 大容量和具储存功能 在短期内 盒带已经有改善和追上 容量超越磁碟 1986年7月 Konomi推出的大道5游卫门 在封面上强调 采用了2Mb的盒带 而1987年2月 推出的森田张企 首次采用电磁式储存技术 真的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任天堂要推出磁碟机 差不多在1990年代才普及的CD之前的年代 游戏软件只有内置 盒带、磁碟这三个合理的选择 其实盒带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生产需时 要用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 不要忘记Atari Shook的教训 过高评估销量可能会导致业界灭亡 相反过低评价会损失商业机会 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应付 只有推出的PlayStation采用光碟媒体 生产至送货去到零售商时间较短 这个是PlayStation成功的其中一个因素 我们长大了 除了游戏内容和售价方面 也想从不同的角度 看看游戏机和业界的成绪 所以今次不直接讲解Gameboy 而站在生产和市场计划 物流的角度来看红白机和任天堂 任天堂因为解决不了供求支差 所以要去找方法 持叠机除了解决了供求支差问题 也在短期内放宽了游戏容量限制 和储存的限制 现在在网上download正版游戏 已经成为主流 用家可以方便抄写持叠方案 在某程度上都是正确的决定 而作为小朋友的玩意 长期以几千日元去买 任天堂就感到有危机 所以减低售价去到几百日元 不过这方面是美丽的误算 而物流也充满日本特色 任天堂的商品 都是经批发商联盟初心会 而流通去到零售 初心会是集全国批发商而成的集团 由任天堂接收所有存货 所以任天堂自己本身 没什么存货问题 而当时玩具行业对于平台认知上浅 例如创先河的哈德桑 在发售游戏初时遇到不少问题 在把软件交托给属初心会的批发商时 批发商不知道内情 问哈德桑为什么要出红白机的游戏 红白机明明是属于任天堂 哈德桑要带同电视和红白机 还要合带去做示范 并且向批发商说明是得到任天堂的许可 最终都是回到出货数量的问题 本来以为红白机有多兴旺 主要是因为游戏的数目 质素和价格 但出货的影响力绝对不小 卖10万盒还是卖50万盒 对游戏生产商有天堂之别 而零售积存大量死货也是问题 零售商为解决死货问题 将死货和人气作品作捆绑销售 捆绑销售在日本是违法 透过电视节目或者YouTube 看见以前著名游戏发售那一天 在店铺外会排掉长龙 1990年2月11日发售的《勇者斗鹅龙4》 引发起事件 大阪市的电换批发商藤田屋 控制310家零售商 如果想入《勇者斗鹅龙4》 入多个分配额以上的数量 就要另外入全货里面其他的游戏 即是批发商对零售商的捆绑式销售 这个就成为法庭的案件 今次更新了以任天堂红白机年代为主的 日本游戏业界知识 完全没想过游戏机有这么多经济上的背景 在评价一部主机是否成功 往往会单从主机性能和游戏质素方面看 但其实还有很多具影响力的因素 而生产计划和物流等等市场因素 间接影响游戏品质 而后期红白机的每个游戏收入下降 令任天堂放宽对厂商每年生产作品数目的限制 间接令游戏款式增加 各个因素互相影响 恒好在讲超任和Game Boy之前加深了业界知识 连同以往两集就可以理解到 为什么Switch的硬件性能不高的原因 现在估计任天堂将会宣布下一世代游戏机 到时不需要太过专注硬件性能 不如留意一下有哪一个名作会和主机同时推出 感谢观看